空手道選手伊藤美月來自北海道 去年十月來台就讀文華大學法文系 六歲啟蒙 時至今日 仍在賽場上發光發熱 她同時在一半組女子個人型 及女子第二量級項目奪得金牌 賽後伊藤美月表示 她收穫的這兩面金牌 是要給在日的媽媽 母親節的禮物 而伊藤美月精益求精 覺得自己有蠻多地方需待改進 我現在沒有體力 所以盡量慢慢練成練習 慢慢有體力 這是我覺得改變的地方 畢業在籍的四年級生孫洛慈 同為中國文化大學空手道社的社員 110全大運因心計發作而衝突退場 今年調整好身體狀況 全力奮戰 孫洛慈在賽場上 左風果決 攻擊不備 一個測踢又接著一個測踢 第一場比賽以9比0的成績 擊敗台灣大學簡偉亭 一路踢進金牌戰 但忍不敵濟南大學錢品竹 我今年只有打一項 就只有打對打而已 然後我覺得跟去年還有前年比的話 我也進步了 至少有把該做的做出來 張軍偉今年以台灣師大選手身份參賽 他在讀博士班前 則是一直為文化大學奮戰 今日在女子組個人型賽事上 張軍偉隨未奪牌 最終名次落在了第五名 但他並不氣餒 張軍偉看著文化大學後輩們 一翼奪牌 他內心的空手刀魂 人熊熊燃燒著 期許學弟妹能再創佳績 記者 張雅倩 林韻 桃園報導 打 libert心 到 到 到 谢谢观看